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将刺杀前手下安倍的凶手 要送交精神鉴定 换言之对于未来审理最终的惩罚强度 可能会带来影响 谈到精神鉴定 也让日本人此刻想起另外一件 同样悲痛的惨剧 那名惨剧的凶手也是因为精神鉴定这问题 使得整个案子的审理拖到现在还无法进行 案子发生在整整三年前的七月 地点是京都 这名自称精神病患的凶手 跑到一家动画工作室 莫名其妙地泼洒汽油然后纵火 36名艺术家因此葬身火场 另外30多人身受轻重伤 这是日本战后最大的纵火悲剧 而这名凶手当时也身受重伤 国家花了上亿日币把他治疗好 就是要让他接受正义的审判 但现在拖了三年 还是没有看到结果 7月18日当多达120名罹难者家属 踏着城洪步伐 步入搭在日本京都动画金阿尼迪工作室原址的追悼会现场内 见到眼前这象征罹难者的36朵向日葵 即使那场震惊动漫界的大火至今已过三年 对他们的思念依旧难忘 面对道场哀悼的动漫迷女家属 金阿尼社长八田英明 鞠躬 再鞠躬 除为没能保护员工深感愧疚外 对三年前竟会发生如此重大悲剧 他至今不解 2019年7月18日星期四 本该是一如往常的平静早晨 就在10点30分警报器乍响的这一刻全变了样 坐过京都福建区这栋楼高三层的金阿尼 在两声哄天聚响后随即窜出阵阵横边 虽紧急出动30多辆消防车 但当时楼内导演与动画师等多达74人 困在火场 连能救出的近还有33人 已经5小时控制火势后 警销分别在各楼层陆续找到罹难者 其中三楼更发现19具尸体 他们全堆叠在打开的门前 三层楼大楼的外墙已烧到焦黑 可见当时火势有多猛烈 而这场战后最恶劣纵火案 最终不幸夺走36条人命与32人轻重伤 当年41岁的嫌犯清夜真思 世卫无业游民 父亲与妹妹在当时相继亲生 亲哥哥最终也走上绝路 导致精神深受打击 随后又因偷窃与抢劫被逮 入狱服刑 在狱中已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 出狱后就因精神异常 在犯案前30分钟 先在附近加油站买了40公升汽油 接着算准时间走进金阿尼大厅 点燃打火机放把火烧 随后企图逃跑 但因全身超过93%烧烫伤 伤重倒卧在地 遭当场逮捕 三年后44岁的亲业真思 奇迹是复原 也能开口说话 负责侦办的京都地检署 虽在2020年12月以杀人罪将他起诉 但审判至今毫无进展 伤势过重可能是拖延审判的原因之一 负责救治亲业真思的医疗团队 前后共替他动了多达12次直皮手术 估计医疗费用上看两亿日币 主治医生上田敬伯更说 死都要把他救活 人是救活了 但亲业真思辩护律师这三年来 不断要求精神鉴定 目前已进行两次 更因此拖慢审判速度 只能一直把他关在看守所 然而这对失去亲人这一千多个日子 度日如年的罹难者家属 至今还在等一个结果 何尝不是另一种折磨 他们是曾参与 蜡笔小新与哆啦A梦等知名 动画制作金阿尼资深导演 五本康宏的父母亲 看着儿子在罹难前送来的 母亲节花盆 三年来花如往常般的盛开 孩子却再也回不来了 不幸的悲剧 有失去孩子们的母亲 也有面对妈妈突然死亡的幼童们 很疲惨 一旦这样子 一旦这样子 那样角色设计师四斜金子 离世后当时才就读二年级的大儿子 直到近几个月才能敞开新房 说出他非常想念妈妈 不禁他的书桌是妈妈生前画画的桌子 就像母亲时刻陪在身边 不愿长期沉浸在悲伤之中 四斜金子的丈夫 与两个儿子 也和多数家属一样 虽然清楚知道 审判无法速审速决 最快也要明年 但他们终究再等一个交代 原者在事发后 隔年四月虽已拆除 但每年每到这个时候 金阿尼仍在此举办追悼会 直到审判出了为止 让三十六条葬身于此的生命 得以安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